《耶勒米亚》第十七章 耶勒米亚第十七章 好叫他们的子孙记得他们在高崗上,青绿树下和平原的山上,设立妖制坛和神木 你的财产和所有的宝藏,我必使人略夺,以底常你在全境内犯过的一切罪恶 我必由你手中撤回我赐予你的产业,叫你在不相识的地方给你的人为奴,因为我的怒火已燃起,将永然不惜 上主这样说 凡信赖世人,以血欲的人为自己的被驳,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就骂的 他必像一珠在旷野中的清流,即使幸福来到,一点也不觉察,只住在旷野干燥处,满含盐则无人居住之地 凡信赖上主,以上主作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 他必像一珠栽在水边的树木,山根河半,不怕嫌疑的侵习,枝业谋性,不受罕念,不断结实 人心最狡猾欺诈,以不可救药,谁能透析 我尚主救察人心,考验肺虎,依照各人的行径和作为的结果,给人报酬 谁不以正义积聚财物,就像一只只孤枯化不是自己产的论,中途必要抛弃 结果,还是自己糊涂 我们圣所的地方,从起初就是切在崇高之处的光荣宝座 上主,以色列的希望,凡离弃你的必要蒙羞 上主,凡远离你的必被记录在地上,因为他们离弃了活水的全员 上主,求你医治我,我必能传遇 你请救我,我必能获救,因为你是我的荣耀 看啊,世人对我说 上主的话在哪里,让他来罢 至于我,我没有强迫你加害,也没有愿望灾祸的日子 你知道,凡出自我口的都先向你面沉过 请你不要成为我的恐怖,你愿是我患难之日的避难所 愿迫害我的人蒙羞,而不是我蒙羞 愿他们惊慌,而不是我惊慌 请你给他们招来灾祸的日子,以相悔的毁灭,消灭他们 上主这样对我说 你去立在犹大军王出入的本雅明门前,立在耶路撒冷角门前,向他们说 由大军王,全体由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即凡由这些门进来的 你们聆听上主这样说 你们应该小心,不要在安息日担运重在,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 不要在安息日从你们的家里搬运重在 不要做任何工作,却要按照我曾给你们祖先所吩咐的,圣化安息日 他们不但不得以傾听,反而硬着颈项,不愿衣重,不愿受教 切约你们认真听从我,上主的愿语 在安息日,不将重担搬进这城门,却性化安息日,不做任何工作 那么,坐在达未宝座上的君王和皇后,便会乘车骑马,与自己的公兴,由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公兴 居民,从这城的门进来,这城必永远有人居住 人们从由大角城,耶路撒冷四周,本雅明地,平原,山地和南方前来,带着全凡祭,牺牲,素祭和雨香,在上主的殿旅奉献感恩祭 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不性化安息日,反在安息日担运重在,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我必在城门口放火,叫火吞灭耶路撒冷的宫殿,决不昔灭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唷, inconsist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